高宏安任職立委期间 涉嫌虚报助理费触犯了贪污 还有使公务员登载不实两罪 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判决出炉了 高宏安触犯贪污治罪条例的部分 重判7年4个月 此夺公权4年 未扣案的犯罪所得 有11万多元也都会没收 那么高宏安现任新竹市长的职务 将会停职由副市长来带领 高宏安涉嫌诈领助理费46万 一审台北地方法院重判贪污罪 7年4个月有期徒刑 我们重重依照职务机会 诈取财务罪来除断 高宏安的部分是判处有期徒刑 7年4月 持国公权4年 那未扣案的犯罪所得新台币 11万6514元没收 爆出炸领助理费 关键就是戳号小兔的 前办公室行政主任黄慧文 他手上的小兔账本 里面详细登载办公室装潢费 80多万 扣掉立法院给的35万 其他都用零用金支印 其他包括高宏安喝的鲜奶茶 洗头费用 还有送给中研院院长洪生 都在账策上明确列出 高宏安跟王玉文都否认犯刑 陈幻宇跟黄慧文的部分 是坦诚犯刑 高宏安任职立委期间 涉嫌虚报助理费用 触犯贪污 还有使公务员登载不实两罪 检方认为财力雄厚 他却压诈下属 配合诈领46万的助理费用 贪图小利公司不分 法官判决 触犯贪污制罪条例 还有使公务员登载不实 七年四个月有期徒刑 这也等于高宏安确定将停职 不能再继续担任新竹市长 会由副市长暂时代理 这样子的判决结果 地方首长必须先为停职的处分 一直到二审有机会无罪的话 才有可能付 除了高宏安之外 绰号水母的前国会办公室 公关主任王玉文一样不认罪 法官重判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五年 持毒公权两年 黄惠文贪污罪判两年 缓刑五年 持毒公权两年 前主任陈焕宇 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三年 持毒公权一年 高宏安诈领助理费 一案宣判影响新竹市长职务 全案可以再上诉 但势必再先政坛风暴 记者刘一辞 周松林讲目语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